这个魅魔姐姐是个变态 在自己弟弟面前搔手弄姿 弟弟发生车祸躺在了病床上 姐姐总感觉弟弟的灵魂还在 下一秒像被下降头一样光砸墙 弟弟内心吐槽你清醒一点阿味 弟弟果然穿越到了异世界 来到异世界他并没有那么痛苦 反而开心得不得了 因为他看了许多关于异世界的翻套路 已经摸得透透的了 立志要成为异世界最强龙傲天 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破手机卖了换钱 因为这地方也没网络拿着也没用 把自己的校服也给卖了 买了一堆勇者套装 一眨眼时间完美与异世界融合 仿佛他在这生活了几百年一样 接着就是来到冒险者公会 果然异世界的妹子就是漂亮啊 随便一个接待员都这么可爱 此发妹子兴致 勃勃地给男主安利合适的任务 因为男主没有打怪的经验 只能从初级任务开始 此时的男主还满怀期待见解 脸色就变了 原来他刚出手 就遇到了终极任务才有的巨龙 吓得他哭爹喊娘 这龙甚至会喷糊 不过很快他便冷静下来了 查看自己的技能面板 可是都是漏得不行的 男主快要绝望之计 打不过就叫姐姐 你小子可真行 然而他姐姐还真被叫了过来 这给巨龙气的直接就是机口台 伴随着爆炸声响起 姐姐已经来到了上空 他只感觉身体变得十分轻盈 体内还有股神秘的力量在涌动 好家伙 看来姐姐才是被选中的天选之人 虽然姐姐的出现化解了危机 但弟弟却产生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这个姐姐是真的还是换起 然而下一秒姐姐就朝弟弟扑起 这近乎病态的控的行为 让弟弟确认了他就是清姐 可景随而出的是另一个问题 那便是姐姐如何来到的异事件 对此姐姐就很骄傲 在病床前 他听到弟弟在谈论异事件 时不时还露出猥琐的笑容 睿智的他瞬间意识到 弟弟的灵魂还活在另一个世界 于是他疯狂撞墙 把自己也送了进来 看来他能一拳秒杀巨龙 就是因为偷了 不过这也无关紧要 既然姐姐知道静怡世界的办法 那一定也知道怎么回去 弟弟此刻是这样想的 你给我奶奶打拖鞋 我要去看抖音 今年你要让我去耐看啊 哈哈哈哈 因为这次的讨伐任务 弟弟的排名直线上升 工会一下 就帮他从兔子生到了食人魔疾病 并且还发了一块 象征身份的徽章 这白给的荣耀 弟弟并没有拒绝 但接下来的话 让他瞬间后悔 要是被发现 通过虚假实力来提升排名 严重的会直接拉去砍 弟弟吓得立马去求姐姐 让他隐藏实力 当自己背后的工具人 纠集的空的姐姐 自然没有拒绝 接着弟弟想看下 姐姐的属性面板 可不看不要紧 这一看让他彻底自闭 姐姐的属性 竟强到面板都容不下 这时街上突然传来尖叫声 仔细一看 原来是一场送别游行 正在欢送一支冒险者队伍 去讨伐魔王 一听魔王弟弟就来劲了 因为按照游戏里的设定 只要打败魔王 他们就能回到现实 冒险者一行人离开后 突然有个壮汉耍起了酒疯 因为他向来看不起 龙级别的黄蒙 可奈何打不过 也就只能耍耍嘴炮 但毕竟 大胡子曾经也是 食人魔级别的冒险者 龙级的黄毛离开后 当成了天才少年 也相信他一定能致富 大胡子但对弟弟来说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要是暴露了实力 自己不就凉了 可架不住周围人的起哄 于是他便找姐姐商量对策 然而这还用商量吗 姐姐让他大可放开地去装逼 事后弟弟迎来了众人的欢呼声 这次算是完美度过了危机 既没人发现他的真实力量 还成功赶跑了大胡子 但姐姐却没有白帮忙的意思 男孩只因认了一个魅魔当姐姐 从此每天都要遭受双重洗面奶的摧残 当然另一重的压力 则来源于他的亲戚 可这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让男孩很是头疼 但两个姐姐却又总是追着他不放 最离谱的是 两个姐姐都牛逼的不得 尤其是他的外挂清洁 可以说不论遇到何物 基本都是一击秒杀 刚任的大姐姐虽然没有那么强 但他毕竟是魔王军的高级干部 就算是森林之王的熊大来了 都得跪下 反观这个弱鸡弟弟 打个史莱姆都要费老大劲 而姐姐只是随手一张火焰 就把整个史莱姆族群都给团灭了 不过弟弟毕竟也是有所成长 姐姐相对的也要给予他奖命 为了不在姐姐的光环下成长 弟弟偷偷地来到冒险者工会 他准备自己接点小任务来提升等级 可见接待员给他推荐的 竞权式高级任务 虽然对弟弟现在的身份来说并不 但那虚名其实是姐姐的才对 于是弟弟便问 有没有离城镇近一点的捡 担任务 美其名曰说是镇上有危险的话 他可以及时赶回来 弟弟就这样 顺理成章地接下采集蘑菇的任务 不要说他的运气真不是一般的好 踩着踩着进来到了狗熊 刚好他看见一块熊出没的牌匾 虽然偶遇熊是很罕见的一件事 但弟弟毕竟作为天选的衰仔 转头他就看见了熊二 可弟弟现在已经无路可走了 想逃又跑不过熊二 开挂的姐姐又不在这里 他只能放手一搏了 这就很尴尬 但就在熊二要下杀手时 突然一发紫色火焰从天袭来 虽然成功击退了熊二 但弟弟也被气浪吹飞了两周半 索性脸沙亭的野鸡石 刚好撞到了软软的大木瓜上 而这熟悉的触感 让弟弟误以为是姐姐 可弟弟一抬头就愣住 一会不见姐姐头上怎么长了鸡脚 奇怪的是 大姐姐并不反感 反而对他称呼自己为姐姐感到开心 可就在这认清现场 又来了一群熊二 不过大姐姐却丝毫不慌 只见他拎着弟弟就往天上丢 接着一拳一个熊二迅速结束战斗 最后在弟弟落下的同时 来个完美的公主 但就在这完美落幕的下一秒 地下突然蹦出一只熊大 原来那些熊二全是他的追随者 而自己的小弟被人揍了 作为森林之王的熊 大自然忍不了 于是他原地蓄力 大招在憋了两分半之后 终于把一口老痰吐了出来 可不成想着压箱底的绝货 却被大姐姐单手一个屏障拦了下来 最后的结果便是 熊大被灭得连渣都不胜 可事后大姐姐却露出落寞的神情 她原以为森林之王能扛住几回 没想到也是一击被秒杀的祸色 随后大姐姐介绍自己是魔王军的干部 也就是魔王的六将军之一玛利亚 而玛利亚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 是为了寻找一位名叫朝阳的冒险者 听说他是工会里的天才少年 而且还一举打败了兽人三兄弟和巨龙 玛利亚相信他一定能和自己一战斗 可此话一出却让弟弟慌了神 朝阳这名字不就是他的吗 但就在弟弟偷偷摸摸要溜走时 却不小心掉出了象征身份的徽章 玛利亚见状瞬间黑了脸 看来自己的可爱弟弟身藏不露 然而弟弟哪有藏着掖着 他就是真的惨 眼看身份败露 弟弟立马开溜 这是一桩尖刺打断了两人的距离 而弟弟也是成功回到了清姐的怀抱 原来姐姐嗅到了弟弟有危险 于是马不停蹄地打了过来 至于后来追上了玛利亚 姐姐只当她是自己的亲敌 眼看这个清姐如此变态 玛利亚也不再多说废话 直接就要上手抢弟弟 然而双方的一击中拳下去 竟发现没能解决掉对方 这案以前来说可是从未发生的事 玛利亚很快意识到 姐姐才是她要寻找的那人 这也让玛利亚久违地感到兴奋 她已经好久没有遇到能与之一战的对手了 当然姐姐也是如此 来到异世界后还从未有人接得住她 第二局 两人就这样展开了神仙般的打架 可这却苦了一旁的小山小树林 但要说谁有战斗经验 那还得是玛利亚 她率先击中了姐姐的父母 可她万万想不到姐姐是个外国 转眼就出现在了她的上空 这一拳下去 差点给玛利亚打懵圈 逼得她不得不使出大招来决胜 不过巧的是 姐姐也刚学会了一手小技能 果然在爆炸面前 高手从不回头 然而在姐姐要补刀时 却被弟弟拦了下来 毕竟玛利亚刚救了自己两次 她可不想就此失去一位大姐姐 随后两人便离开了森林 但看着姐弟俩的背影 玛利亚似乎也有了新的目标 而对姐弟俩来说 玛利亚也是他们从未见过的高手 老实说她很牛逼 不过在弟弟眼里 姐姐应该更牛逼 打完玛利亚后 还跟没事人一样 啊 弟弟的衣服上沾了一点灰 于是她就借着拍扫的功夫 趁机开一会 最变态的是 姐姐还想检查她的每一寸肌肤 只因弟弟刚才在于哥布林 战斗姐姐生怕自己可爱的弟弟 会留下一丝伤痕 可这种不该有的担心纯属多余 因为弟弟根本就没战斗 在看见哥布林的一瞬间 他就转身逃跑 关键时刻还是姐姐自己出手的 不过有这么牛逼的姐姐 弟弟还是很开心的 毕竟跟在他后面 就能白嫖一些经验 可由于弟弟每次只打了一点伤害 所以获得的经验也是相当之少 虽然弟弟本人也很满足就是了 但为了让弟弟更开心一点 姐姐决定抓一只巨龙 把他愣着 然后弟弟就可以疯狂刷经验了 这不当然的行为 弟弟都直呼太残忍 不过姐姐很快又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那就是他站着不动 让弟弟毕竟他作为一个无敌的存在 经验肯定也会很多 然而弟弟对姐姐根本下不了手 而且刚升到十级的 他有一手新技能没有学习 在面板上找寻一番后 弟弟找到了一个非常适合他的技能 只见他下一秒就挣脱了姐姐的束缚 而这便是弟弟学习的新技能顺 有了这招 他不仅可以跑得更快 还能轻易摆脱姐姐的魔爪 可弟弟不知道的是 他跑得越快 姐姐就越兴奋 弟弟终究是因为太太 没能逃脱姐姐的魔爪 于是他为了变强 独自来到冒险者工作 由于之前一直是和姐姐一起行动 他都忘了 冒险者一般都是组队过任务 这让他不由地憧憬起今后的生活 说不定组队之后 还会有美好的邂逅 可当他做着白日梦时 却碰到了有个罪汉正被人欺负 弟弟本不想多管闲事 但看着三人的行为越来越过分 他还是没忍住出手 也就在三人调转目标时 罪汉反手就将三人秒了 弟弟仔细一看才发现 原来黄毛是最强的龙级冒险者七哥 而他之所以会变成这样 是因为在之前讨伐魔王的途中 他们整个队伍都被弟弟的二姐给秒了 也正因如此 他对自己失去了信心 他妈的得杀死你的 一梦不到你身啊今天 吓得弟弟赶忙安慰他 失败一次并不可怕 何况他还有一支令人向往的队伍 然而黄毛却告诉弟弟一个残酷的事实 他的队伍其实没有理想中那么美好 其中的法师是一个酒鬼 他每天只知道泡在酒馆 而精灵射手是个一百多岁的老姐姐 所以经常会对黄毛说假 这搞得他不厌其烦 负责肉盾的则是个严重社会 因为害羞他连话都不敢说 黄毛甚至都没见过他长什么样 不过弟弟认为 在冒险中能够相互依赖就行了 在安慰好黄毛后 弟弟便离开了 之后他又来到了冒险者公会 而他这次来的也巧 正好有个紧急任务 需要他帮忙处理 还不等弟弟拒绝 他就被推上了马车 只因弟弟的级别 处理飞龙不成问题 可说到底全是因为他姐姐厉害 但这次不给他带上姐姐 可就难办了 好在关键时刻二姐出手了 他仅是一招便把飞龙全秒了 弟弟不解 玛丽亚为什么会出现在这 原来他是来还弟弟的徽章 同时也为了找姐姐再打一架 可他话刚说完 天空又出现几只飞龙 还不等 玛丽亚出手清洁 便赶到了战场 然而结束战斗后 姐姐并没有搭理玛丽亚 甚至在他眼里 玛丽亚犹如空气一般 看到姐姐这个态度 给玛丽亚气得不行 在说明自己的来意后 他就要开打 但不曾想姐姐根本没有要打的意思 在他眼里 与其浪费那些时间 倒不如多和弟弟贴贴 而说到弟弟玛丽亚也有了办法 既然姐姐不想打 那他就把弟弟当成人质 可要说什么办法不好 非要把弟弟当成丑马 这不就是妥妥的作死吗 只见姐姐一拳就给玛丽亚打懵圈了 随后便带着弟弟消散 而看着靠谱的姐姐 弟弟终于误了 看来自己完全不用组队 只需姐姐一人就足够了 然而这句话传进姐姐的耳朵里 意思又不一样了 贴销太大 导致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接待员看出了他们的窘境 于是给弟弟推荐了一个报仇 极高的任务 顺利完成的话 还能得到一间小屋 弟弟听言毫不犹豫地接了下来 毕竟自己还有个外挂般的姐姐 可不曾想去上了接待员的当 弟弟签完名后 他才说出任务是驱除别墅里的恶劣 而弟弟恰好从小就怕 但名字已经签上了 他又没法拒绝 最后弟弟只能安慰自己 可能是接待员下属 或许房子里住的 只是一个流浪汉罢 让姐姐想起了小时候 当时弟弟玩了一款 探索豪宅的恐怖游戏 后背吓得连厕所也不敢去 还要姐姐在一旁安慰他 才敢叙叙 说到这弟弟就无比羞耻 可那毕竟是小时候 的是现在的他 再也不怕幽灵鬼怪之类的东西 当话音刚落 一声雷响 就给弟弟打回了原形 而这一切早在姐姐的意料之中 弟弟终究还得老实地依靠他 可意外的是 突然窜出一只野猫 这一下虽然弟弟并没有事 但差点给姐姐当场送走了 很快两人就到达了任务地 可弟弟刚要打开门 就感受到一点犀利 这一息还差点把他的身体给掏空 原来恶灵会吸收 进入房子支援的力量 不过姐姐却并没有放在心上 只见他淡然地走上前 握住门把 结果恶灵因为吸收了太多的力量 最后竟把自己给撑脱了 两人就这样顺利地进入屋 而恶灵也是看出了姐姐不好对 于是他把目标转向若姬的弟弟 原以为是不过三点到为止 可恶灵不将武德搞出了三次投袭 但这次丢来的东西竟是小猫 虽然软糊糊的并没有让弟弟受伤 但姐姐还是迅速地给他喂下灵丹妙 从这也可以看出来 他们为什么三天饿酒顿了 因为姐姐把钱全拿去给弟弟买药 而恶灵的操作也确实把姐姐惹怒了 只见他一声母狮吼就把恶灵震了出来 但突然现身的恶灵却给弟弟吓了一跳 他下意识地抱住了姐姐 眼看还有这种好事 姐姐赶紧给他锁住 但这却给一旁的恶灵欺诈 把他喊出来居然就为了撒狗粮吗 不成像 单身鬼的怒火却被姐姐一口吹散 他瞬间意识到姐姐不简单 即便魔族六将军来了都不一定是对手 所以恶灵决定将其占为己有 只见地面突然出现一团黑气 转眼间姐姐就被吞噬殆尽 乐灵就这样附在了姐姐身上 这一幕给弟弟看得冷汗之人 因为姐姐的力量可以轻松毁灭一个国家 要是落入坏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可凭他的实力根本阻止不了姐姐 想用瞬移拉开距离 却又只闪了一厘米 好在关键时刻二姐找了过来探究 新来的弟弟赶忙说明情况 毕竟也只有靠玛丽亚才能与姐姐抗 可玛丽亚都拿出状态 不成想居然被弟弟给打断了 只因在这里打架 房子肯定要炸 到时她就会被雇主给拉去当苦力 这番操作也成功激起了清姐的斗志 即便被恶灵附身的她还是充满杀气 为了不把房子破坏掉 双方决定以掰手腕的方式来决胜 只是两人的气场实在太强 就算是掰手腕都能给房子造成不小的破坏 废柴弟弟还被气浪吹飞了两周半 等烟雾散去后只见玛丽亚躺在了地上 而姐姐则是毫发无伤地站在园地 突然姐姐猛地扑向弟弟 这熟悉的操作让弟弟愣了神 她终于反应过来姐姐都是庄 果然姐姐虎去一阵就把恶灵给净化了 原来姐姐虽然被附身了 但身体的掌控权还是她自己的 也就是说只有二姐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完成这次任务 他们也如愿得到了房子 以往住在旅馆两人不敢闹出大动静 这下终于可以过上没羞没骚的日子了 你知道任个魅魔当姐姐有多爽吗 她可以变着花样满足你的各种幻想 凡是你能想到的角色 都可以在魅魔姐姐身上看见 只因这是一种视觉上的控制魔法 会让对方看到自己想看的模样 但弟弟却没有意识到魅魔姐姐的好 反倒是好奇她为什么会来到人类的城镇 毕竟她身为魔族的高层干部 要是被人类发现到问题可大 原来玛利亚自从认识弟弟 就对人类生活产生了兴趣 所以想让弟弟带她去四处看 眼看玛利亚都对自己撒娇了 于是弟弟便带着她去灌溉 看到大型建筑她就想将其一微屏蔽 好在这不该有的冲动也很快就打消了 随后弟弟带玛利亚去了冒险者宫 但她万万没想到接待小姐居然吃醋 而玛利亚还故意拢着弟弟 并露出挑衅的表情 这番操作也成功让弟弟的后宫减衣 好在完成任务的宫前接待员还是给我 说来白天她委托任务时还是笑脸相遇 并且她是把弟弟当成英雄来看待 所以才把探索迷宫的任务交给弟弟 只要确认了迷宫的安全性 他们就可以将其开放给 新手冒险者探险 而那突然出现的迷宫 据说是两股神秘力量的碰撞所引起 听到这弟弟就懂 原来是自己两个牛逼姐姐 于是他果断接下任务去一探究竟 可摔窄体质的她 出门就被牛郎给盯上了 然而下一秒姐姐也盯上了牛郎 这一盯也成功把牛郎下了回去 看来要是没有姐姐在 弟弟头上早就长草了 在探索时弟弟不小心触发了机关 结果便是差点把姐姐当场送走了 好在姐姐的身法牛逼 只见她仅用双指就抵住了尖刺 接着向上翻转两圈半回到了地面 随后两人为了以防万一 开始手牵着手 但没走多久 姐姐就感到一股寒意 仔细一看 原来前方来了几只骷髅兵 姐姐健壮就想用魔法将其打扮 不料却被弟弟猛地一把扑倒了 看着弟弟脸红的表情 姐姐顺势就闭上眼 可弟弟并不是想要亲情 只因姐姐在这里释放魔法 迷宫一定会承受不住 她的力量而倒塌 这也意味着该轮到自己表现 只见弟弟释放出 他仅有一级的投尸技能 结果被六级打击能力的 骷髅兵一狼头 敲了回去 果然最后还得靠姐姐出手 很快两人就来到了最底层 但这里却不见魔物的踪影 反当是在王座后 走出了几只熊宝宝 虽然这次任务的结果是没有危险 但弟弟却不敢如实汇报 因为他害怕 其他冒险者会把几只小熊给灭掉 于是他决定把这处迷宫说成是威风 回去时弟弟只是说了生肚子饿 姐姐居然一溜烟都不见了 无奈他只能一个人回到工会 结果便是遇到了换装的二姐 一开始弟弟并没有认出来 甚至还有一丝心动的感觉 只因这清纯的模样 完美贴合了他心中的理想性 可当对方靠近时的瞬间 弟弟就闪开了这股气息 是他的二姐妹跑了 就这样他带着玛丽亚逛起了街 顺便去了一趟工会领赏金 但在回家路上 两人遇到了 前勇者的黄毛 说来也巧 他曾被玛丽亚一击秒杀过 只是他并没有认出玛丽亚 看到是个美女 他还高兴地上前握手 可这一握 他突然就感觉被蛇咬了一样 回到家 玛丽亚决定戏弄一下姐姐 假装是弟弟新交的女朋友 结果刚开口 他就被姐姐打回了原形 因为玛丽亚就算是改变了外貌 但他身上的气味 却逃不过姐姐的狗鼻子 而姐姐已经做了一顿好吃的 等着弟弟 玛丽亚健壮也想着蹭吃蹭喝 不过被姐姐一个手刀给制止了 并且姐姐还叮嘱弟弟 养宠物是很麻烦的 玛丽亚努力让你带着你的爱吧 没想到的是 姐姐的厨艺异常的好 玛丽亚只是尝了一口 就给自己爽上天了 这个姐姐是真的变态 只因弟弟在战斗中 不小心受了伤 于是姐姐就追着要给他舔伤口 好在弟弟席习得了一手瞬意 不仅成功摆脱了姐姐的魔掌 还幸运地碰到一个可爱妹子 可这一撞就糟糕了 是心肌梗塞的感觉 这甜美的长相 太符合弟弟的胃口 尤其妹子 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奶妈 看见弟弟的伤口 瞬间就帮她治愈了 可惜妹子已经有了自己的队伍 弟弟只能看着她 被三个废柴带走 这时变态姐姐也慢慢追了过 可当她要舔下去时 却发现伤口不见了 在弟弟解释一番后 姐姐才知道 原来还有奶妈这一职业 不过在她眼里 奶妈就好似移动的钥匙 四日 弟弟一来到工会 就收到了紧急任务 说是有一支冒险队伍 被困在山脚下的迷宫里 那说来也巧 被困的正是白发妹子所在的队伍 这英雄救美的机会 不就来了 只见妹子被五花大宝 弟弟一个帅气登场 等她救下妹子后 姐姐也出现了 她紧失一拳便把怪物秒杀了 可惜妹子并没有看到 姐姐的帅气背影 等她醒来时 只看见身边的三个废柴队友 反过神来 妹子只当弟弟 施救他们的英雄 毕竟在昏迷前 她只看见了弟弟的身影 而弟弟之所以做好事不留名 只因几人身上 都沾满了怪物的口水 弟弟生怕自己沾上 会给妹子留下不好的印象 姐姐则是借机表明了心意 即便弟弟身上沾满了大粉 她都不带有一丝嫌弃的 也就在这时 妹子打断了两个 她一脸花痴地找上弟弟 妹子介绍自己 名叫苏菲 母亲是一位大祭司 从小母亲便告诉苏菲 有一天会遇上勇者 到时就要全心全意地辅佐她 很显然 苏菲是把弟弟当成了勇者 所以她表示 想要加入弟弟的队 弟弟对此并没有拒绝 毕竟有个奶妈在身边是不错 何况妹子实在是太可爱 不过想加入 还得征询姐姐的意见 看着姐姐突然改变神情 弟弟一惊 她原以为姐姐会将其抱打一顿 不成想姐姐近十分钟意苏菲 可这时 废柴三人组找过了 他们把错全怪在苏菲身上 责怪她没有及时回来 才导致大家在战斗中全员团灭 原以为苏菲会害怕地不敢说话 不过倒是有种 让人怜惜的冲动 可不料下一秒 苏菲进化身嘴炮 对着废柴三人 就是一顿疯狂输出 接着苏菲还把弟弟拉下手 在贬低对方的同时 还不停夸赞弟弟 可这却让弟弟彻底无语 没想到妹子的性格 与长相反差这么大 而且经她这么一闹 三人直接就把弟弟 当成了罪魁祸首 当场就要给她办了 眼看火药味越来越浓 周围人赶忙劝阻 然而苏菲还不嫌事大 硬是推着弟弟 让她教训三人 就在这欺虎南下时 姐姐终于出手 她利用胡椒粉制造混乱 然后快速地将废柴三人秒 苏菲只是打了个喷嚏的功夫 就见三个废柴全部趴下 这让她不由得更加佩服弟 可当她看向弟弟 却不见了踪影 原来姐姐顺道把她拉走 虽然姐姐十分重义苏菲 但弟弟又嫌她是个麻烦 弟弟更喜欢那种 和天弟弟又来到冒险者工会 接待员上来 就给他安排了一个高难度任务 但弟弟只想接一些简单的任务 美其名曰是为了认真工作累积经验 实则她就是一个废柴 于是接待员安排弟弟去收集封面 但毕竟杀人风是有毒的 没有奶妈的话也是很有难度的 就在弟弟范畴时苏菲出现了 她贴着弟弟就要加入其队伍 仔细一看这妹子确实可爱 带上她也属实不亏 有了她的恢复 弟弟终于站起来了 不再是一击便倒下的废物 这让弟弟觉得自己是错的 之前认为苏菲是麻烦真的不应该 可当她这么想时 苏菲就把麻烦带来 为了让弟弟快速收集蜂蜜 她特意去把整个毒蜂大军都引过来 可不曾想弟弟跑得比自己还快 苏菲还一不小心跌倒了 好在关键时候 弟弟选择站了出来 可姐姐不在身边 她肯定不是风群的对手 但不知为何 一桩巨石从天而降 这也成功替弟弟化解了威 同时也让 苏菲对她的敬佩之心又多了一个 于是苏菲贴心地让弟弟在原地休息 而她则是带着素材回去提交任务 等苏菲走后 弟弟也是一脸蒙圈 不知道是哪个好心人替她解围的 这时身后走来两位姐姐 原来两人相约在森林里干假 而姐姐从弟弟的投尸技能中吸取灵感 只是威力相比于弟弟简直天差地 弟弟顶多只能扔个小狮子 姐姐竟直接把擎天柱给扛了起来 这一下还差点给玛丽亚送走了 刚过 弟弟有了姐姐就忘了队友 结果便是苏菲在街上等了她一天一夜 但苏菲并没有责怪弟弟 反而觉得很不好意思 她认为弟弟一定是遇到了更大的麻烦 这让弟弟内心又多了一份自责 学会唱跳的昆昆究竟有多厉害 他们可以轻松让一个人变傻 只因他们在唱跳时会产生催眠效果 凡是看到的人 都会变成一个三岁心智的孩童 弟弟就因此变得和小时候一样 喜欢找姐姐贴贴 然而 这久违的爱意让得控姐姐激动不已 结果一个用力过猛把弟弟给磕到 而这一撞也让弟弟恢复了神志 看到姐姐这副要吃人的模样 给弟弟下场 她赶忙把姐姐给推开了 可这反复的转变让姐姐蒙了圈 然而弟弟却已经意识到 自己是被眼前的三只昆昆给迷惑 于是她打算趁其还为唱跳时动手 可姐姐也意识到了 她是断不会放过如此良机 只见她一脚就给弟弟踢飞了 接着开始忽悠涉事为生的昆昆 这样姐姐把昆昆变成了工具 而弟弟受到催眠又变成了傻 就像小时候一样黏着姐姐不放 只是可怜了三只小昆昆 可不争气的姐姐 竟顶不住弟弟这副母样 一口老血直接就喷了出来 原以为这幸福的时光会持续下去 可不料这时来了一只独眼妖怪 因为不久前姐弟俩打败了她的弟弟 所以作为哥哥的她特意前来复仇 这可给姐姐气得不行 她当即就要灭了这个不长眼的妖怪 不料这时弟弟竟勇敢地站了出来 可现在的她毕竟只有三岁小屁孩的心智 内心的害怕吓得她双腿发 并且丢出去的石头也是软绵无力 这一幕惹得妖怪笑出了声 笑吧她便朝着弟弟挥出重去 可不成想竟被姐姐单手接住了 而对于嘲笑弟弟的人 姐姐绝不会轻易放过 只见她单手便把妖怪丢了出去 随即奉上一招独创秘籍 然而这一下用力过猛 余波也把弟弟给炸倒了 吓得姐姐立马喊工具人跳 可喊了半天却不见反应 转过头才发现 这仨也被炸成了叉叉 姐姐懊悔不已 自己为啥出手要那么狠呢 不过她很快就振作了起来 毕竟自己强如外挂 学一招催眠应该不成问题 结果便是等弟弟醒来后 只看见了一个疯癫的姐姐 昆昆是她给的魔 看来昆昆的唱跳 不是一般人能学到 次日弟弟来到冒险者公会 可平常接待她的小姐 却不在前台 问了其他人才知道 原来尼亚跑去约会 但弟弟听到此话心头一惊 这也意味着尼亚可能有男朋友 弟弟不免得有些失落 也就在这时化身辣妹的尼亚出现 因为这身打扮 弟弟差点就没认出 她也是才发现 尼亚原来这么有 而说到尼亚的约会对象 其实是她的弟弟罗伊 他们准备去隔壁镇上半点事 本来他们还缺少了护卫 这下碰到弟弟就不愁 然而弟弟的内心慌得一片 要是在路上碰到蘑菇 那可就糟了 自己的三角猫 功夫肯定会暴露的 到时候怕是会沦为别人的效果 可架不住罗伊期待的目光 弟弟还是接下了护卫的任务 他只能在内心祈祷 路上一定要平安 仔细一想 主干道上出现蘑菇的概率也不可耐 不住弟弟天生的吸龙体质 出发没多久 就碰到了本不该出现在这里的飞龙 只见飞龙上来就吐了一口痰 好在弟弟眼急手快就下了两个 可车夫见状直接带着马儿跑路 弟弟本来也想着开溜 但尼亚两人又向他投来期待的目光 毕竟在尼亚的印象 弟弟的实力远胜过于飞龙 眼看没办法了 弟弟只能硬着头皮上 可这却把飞龙整不会了 这一剑下去好像给他了 羊羊似的回过神来 飞龙开始蓄力 但不成想蓄力一半 紧原地爆炸 弟弟就这样莫名其妙赢得了胜利 不知情的尼亚两人 还以为是弟弟打败了飞龙 虽然顺利度过了危机 但由于两条腿的马车已经跑了 三人只能步行去隔壁镇 可就在三人背后 还剩一口气的飞龙正打算搞偷袭 好在幕后的帮手拦下了 你知道有两个无敌的姐姐有多爽 遇到敌人时根本不用动手 只需眼睛一闭一睁 对手就全都倒下了 事后还能享受姐姐带来的洗面奶 在两个姐姐的帮助下 弟弟也是成功白嫖到了惊艳 她的面板上 也多了一个看似牛逼的光魔法 巧的是街上刚好出现一只愤怒的公牛 羊姐姐正打算出手 就被弟弟拦了下来 毕竟这是她测试技能的绝佳机会 结果气势烘托到位了 伤害缺失灵 可怜的弟弟 到头来摆脱不了废柴的虚名 姐姐只能安慰她 能创造光也是不错的 虽然在战斗中没什么用就剩 不过却也能大大减少日常的开支 就比如当个电灯炮 也算是家庭必备的好工具了 说着三人也来到了任务地 这是一个犯罪集团的藏身之处 此次任务便是将其彻底清除 然而这时 两个大汉突然进行 他们看弟弟只是个孩子 就威胁他赶紧滚开 不成想 下一秒就被两个姐姐同时踢飞了 吓得弟弟赶忙跑来阻止 因为他们的目标可不单是这两个 根据接待小姐的委托 说是有人伪造冒险者的等级进行售卖 他们就是一群 玷污了冒险职业的罪犯 因此工会也将其视为眼中钉 于是工会便委托天才少年的弟弟 让他去打掉其中一个具体 弟弟就这样来到了敌方大本营 可等他回过神来 敌人竟全都倒下了 只是眨眼的功夫 姐姐们就帮他清理完了障碍 然而在众多敌人中 却有一个落网之鱼 黄毛的实力也是不容小准 情景释放出的剑气就震碎了所有玻璃 但他却选错了对手 有两个牛逼姐姐在弟弟丝毫不带慌 可这时却传来了苏菲的声音 听到她的声音弟弟动感不妙 果然苏菲不嫌是大 给弟弟带来了一大票观众 他要让大家亲眼目睹弟弟的风采 这可让弟弟慌了神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他不好让姐姐出手 但真打的话他又不是黄毛的对手 好在关键时刻 姐姐一个眼神就震碎了黄毛的武器 弟弟则趁着对方慌乱时将她制服 看着倒地的黄毛苏菲顿时也牛了起来 虽然弟弟是靠姐姐才打败的黄毛 但姐姐还是要给予她奖励 与此同时 另一边也有一个据点被摧毁 金发妹子不仅自己的实力强劲 身边还有一个战斗女仆作为帮手 可当妹子知道 另一边的任务是弟弟在处理时 他就坐不住了 他不幸有人会比自己晋升的更快 于是他当即决定找弟弟碰一碰 然而弟弟这边正在享受美食 他来到了曾被哥布林三兄弟控制的村落 当时是姐姐把村 明姐救了出来 不过功劳却是弟弟的 这次村民们找弟弟来也是有一事相求 原来村子又成了兽人的目标 可弟弟一听就慌了 姐姐不在他根本打不过兽人 恰好这时兽人带着大军来袭 弟弟就这样被推上了战场 对方是哥布林三兄弟同父异母的哥哥 他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三兄弟报仇 身为哥哥的兽人实力也确实不一般 一榔头就把弟弟打飞出去 弟弟现在可谓是进退两难 打又打不过可他不打的话村民又有危险 就在这危机时刻 战斗女仆的出现替他化解了危机 紧随而出的是自带背景的金发霉 他的实力货真价实 一刀就将兽人砍成两半 同时他也看出了弟弟徒有虚拟 可当他拆穿弟弟时 却被丢了一块石头 事已至此 妹子打算当众拆穿弟弟 可突然一道剑气袭来 地面瞬间被劈出一道裂缝 妹子在女仆的帮助下侥幸逃过一击 反应过来的他误以为弟弟在隐藏时 但弟弟其实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好在他并没有想 妹子的白色胖刺被他禁收眼底 修的妹子要和弟弟决斗 而此刻姐姐正在远处观望 眼看决斗是几天后的事 他便没有立刻出面 然而这几天可把弟弟愁坏了 决斗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小镇 他想逃都逃不了了 弟弟生怕会落得跟兽人一样的下场 姐姐只能安慰弟弟冷静点 有必要的时候他会出手 很快到了决斗当天 观众席上已经坐满了人 两姐姐只能站在暗处司机动手 不料战 这女仆已经洞察到了两人不简单 特意来到两人身后盯着 此刻场上妹子正以凌厉的攻势 逼弟弟被打得只得连连后退 可对方的攻势太猛 弟弟很快就落入了险境 二姐看到弟弟有危险 立马就要动手 但战斗女仆根本不给一点机会 可突然她就愣住 因为玛丽亚散发的威压实在 幸好被姐姐拦了下来 她告诉玛丽亚要相信弟弟 此刻妹子也不再恋战 她一跃而上使出了终极大招 可这却把自己害惨了 弟弟趁她落下的瞬间使出光魔法 强烈的光芒照得她瘫倒在地 虽然没有一点伤害 但也让弟弟赢得了比赛 自从决斗之后 妹子就迷上了男主 她更是化身痴女进行埋伏 美其名曰说是真巧 但别搅的演技被男主一眼看穿 可惜男主愣是没看出对方的心意 还误以为 妹子是为了继续拆穿她的真面目 所以才在大街上堵她 于是妹子顺水推舟表示对 并让男主陪她去完成任务 以此来证明实例 三人就这样来到了迷雾森林 但战斗女仆却很好奇小姐的真实目的 因为本来说好了 是约男主去喝茶 原来妹子认为 在森林里更像是约会 虽然这里是很危险的地方 但也不失为一种浪漫与菩提议 既然是约会 那就要向男主展现可爱的一面 而这里是迷雾森林 可以用防止迷路的理由来牵手 结果刚握上去 就听到骨头折断的声音 妹子最后只能放弃她那不该有的冲动 随后三人继续向森林深处走去 由于迷雾越来越浓 他们逐渐看不清前方的路 好在男主席得了一手光魔法 当电灯炮可谓是一把好手 可这一照就出事了 三人竟看到了一群被玩坏的大汉 不过这也是他们此行任务的目的 他就是找寻消失的冒险者 这时地面突然产生震动 紧接着蹦出了一只树金 看来他就是这次失踪案的罪魁祸首 随后三人分工合作 由战斗女仆去解救人质 男主和妹子去打败树金 这原本是不错的决断 可妹子突然饭起花痴 只是和男主合作 就联想到步入殿堂的场景 而这一愣也让树金有了可称之 看到这一幕的另外两人小脸一红 只因妹子的白色胖子一览无余 两人奇怪的表情也让妹子反应过来 羞得她瞬间暴走 可怜的树宝宝最后被砍得直升炸了 美好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只有妹子的心情并不美 对她来说这是可怕的一天 明明是头一次约会竟然就出场 然而对另外两人来说 则是难忘的一天 特别是那条雪白的胖子 第二天一早 男主刚要出门 就被玛丽亚从身后抱住 大早上的她就喝醉了酒 还要让男主不要上班陪她一起喝 服务正业的她被姐姐一把丢了出去 毕竟两人还要去接任务养家糊口 他们今天要去寻找一朵金色比亚花 两人刚出发就听到了苏菲的声音 她表示也要帮忙寻找 并且她很擅长找东西 说着她就要给两人露意识 可超长的吟唱过后 法杖却不给面子 不仅纹丝未动 还当面到了下 去不过毕竟人多力量大 多一个人找东西更快些 恰好他们遇到了一条岔路 于是三人分为两组 苏菲舔着药和男主一路 但男主巴不得一个人走 因为她知道苏菲一定会给他找麻烦 姐姐本来不放心 让弟弟独自一人 可突然她察觉到了什么 于是便放心地和苏菲一路 虽然苏菲一开始很不情愿 但姐姐表示会分享男主小时候的趣事 可摔载的弟弟没走一会 就碰到了哥布林 要说一只就算了 没想到身后又窜出一只搞偷袭的 好在这危机时刻 一发能量炮瞬间袭来 原来玛丽亚一直躲在暗处保护弟弟 所以姐姐才会放心离开 可突然两人听到了尖叫声 循着声音的方向跑去 弟弟看见了一群被吸干的男人 然而稀释惊气的竟也是一个男人 弟弟一个没注意就中了招 好在玛丽亚及时打断了对方 男人一眼认出 玛丽亚是魔王六将军之一 因为他也是魔王军中的一员 男人原以为是遇到大殿了 有玛丽亚在 他们甚至可以直接入侵王冬 说着就要先拿弟弟开刀 可不料玛丽亚反手一招能量炮 就把他送走了 之后村民也得到了解救 灵魂都回归到了每个人体内 弟弟很担心玛丽亚杀了盟友 真的没事吗 玛丽亚表示他根本不在乎那些 但要是有人敢欺负他的弟弟 他就绝不会轻易放了 等到双方会合时 苏菲也顺利带回了金色彼岸花 而弟弟提交任务时 又莫名得到了晋升 原来玛丽亚打败的是个死灵法师 而且功劳全扣在了弟弟头上 这个姐姐是真的变态 明明弟弟都被魔物变成了石头 可他却丝毫不着急 反倒不如说是正和他 因为这样一来 弟弟就无法反抗 原以为这是上天给他的福利 吃完豆腐还不用负责 然而姐姐却失策了 其实她的变态行为 弟弟全都知道 原来即便被蛇怪的石化击中 也能保有清晰的意识 可姐姐并没有解除石化的能力 几个去寻找解药的后宫团 也是无功而奉 不过姐姐很快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也许把弟弟放进热水里浸泡 就会恢复原样 当然他们也可以顺便洗个澡 因为石化无法闭上眼睛 弟弟就这样被迫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完事姐姐又以奇怪的姿势抱走 并且还把他当成了晾衣架 眼看弟弟泡完热水也没有恢复 姐姐就想着用吻来唤醒他 毕竟有公主的真爱之吻为例 姐姐相信他的吻也能破出诅咒 可就在这时 玛丽亚一个头锤醒来 姐姐的计划瞬间就被打破了 她还误以为 玛丽亚是来抢夺弟弟的初吻 然而吻其实并不能解除诅咒 不过 玛丽亚倒是有治愈弟弟硬化的本领 只见他单手施法弟弟 瞬间就变成了光 下一秒便迫尸而出了 事后玛丽亚奖励弟弟洗面奶 以做安慰 因为在石头里有自我意识 是很痛苦 姐姐这时才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的变态行为 全被弟弟看在眼里 心虚的他立马找了借口开溜 等回到房间后 姐姐露出娇羞的神情 看来又是一个高宫低房的预解 这个设定简直爱了 这天弟弟一觉醒来 发现眼前多了个妹子 原来他指明要让弟弟完成搬家任务 而委托人 则是刚迷恋上弟弟的金发妹子 其实妹子搬家并没有得到家人的允许 可奈何他力气大到 拦都拦不住 路上妹子吐槽 父亲对他过分保护了 即使自己不依赖他们 也能过得很好 这搞得弟弟莫名有点同情 妹子以为他离家后的生活 会比较艰难 起料他搬去的新基地 竟是一栋大别墅 不过毕竟接了任务 弟弟还要老实搬家 只是看起来 倒像是妹子在帮他一样 好在妹子这堆恋爱脑 并没有发现弟弟很高 而且他还一度陷入幻想 仿佛看到了一对新婚夫妇 搬进新房时的样子 这一觉也让远处的管家 确认了一件事 那就是自家小姐之所以会执意搬家 一定是这个男孩在欺骗他 而这次管家也是有备而来 即便是被人称为天才少年的弟弟 他也不怕 因为他此行带了一个龙级别的冒险者 对付弟弟那个级别还是绰绰有余的 他此番定要让弟弟尝些苦头 结果这个念头刚出 身后就传来一道紫光 两人先是一愣 接着回头望去 只见一个浑身散发杀气的女人 正死死地盯着他们 黄毛顿时就感觉到了胃疼 而管家直接表示自己是老人家一个 也是时候该回家睡午觉了 此刻别墅里的弟弟已经被喂大了肚子 妹子打算把弟弟留在家 但他却想不到什么好 办法于是他向女仆请教 女仆先是提议可以雇弟弟当住家工人 这个想法也正合妹子心意 一想到穿女仆装的弟弟 妹子就流出了口水 不过弟弟显然不会同意 他们必须创造一个弟弟 需要常来的理由 而组建一支队伍 把这座豪宅作为基地就是最好的选择 这次弟弟听后没有拒绝 并且还去请教了工会的接待小姐 他让弟弟大可放心 因为工会是支持大家组建队伍的 只要想一个队伍的名字 就可以登记了 巧的是这话被苏菲听见了 他强烈请求队伍里要加上自己弟弟 就这样组成了自己的后宫团 起名字这个重任自然也落到他的头上 但由于三个妹子太靠近 搞得弟弟回想起昨晚泡澡时的画面 他的大脑当场就死机了 在一旁的姐姐健壮就帮他起了名字